韩式菠菜豆芽蒸蛋 哇~~~ 我吃菠菜 啊~~ 我喜欢 有点甜的菜 我喜欢 哈哈哈 亲哥们 欧巴 开课了 亲哥们欧巴开课了 今天的话呢 以前我们煮的 韩国的小菜 第一次 菠以后 很多人喜欢 所以今天我们准备 第二次韩国的小菜 三种 谢谢 哇~~ 谢谢 这些准备的以后呢 豆芽 芹汁里面 开支 三分钟左右 没有开支的话呢 以后有一些 豆芽的新味 可能存在 豆芽 大灯 温温的时候 茶董花 茶董花 红萝卜 还有 大山 冲 酱油 酱油 不是吗 你会用台湾的酱油吗 也可以 没问题 也可以用 可以用 糖 还有 烟 最后 饭 因为 前方的话 豆芽的鞋 五分钟全部出来了 还有 太QQ的感觉出来了 所以最后面饭 一个菜这张完成了 这张也可以好吃 但是你要辣一点的话呢 辣椒粉也可以饭 哦 一个辣一个不辣 对对对 一个辣一个不辣的 第二个的话呢 韩式菠菜 这里菠菜的话呢 大的小豆油 前方 大的 还有这个的话 不是一定要菠菜 你们 龙 龙 龙虚 龙虚菜 还有一些台湾日式的也可以用 但是我的建议是 布鲁 不用用 好了 是不是菠菜吃起来会不会有一点 酷酷的 对对对 所以这个我们用水一直洗一洗 这样就不会了 对对对 打酸 糖 酱油 还有芝麻原 盐 还有一个是我们可以用味噌 韩国的味噌也可以用 原酱你要做两次 对对对 三个后饭 对 因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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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韩式蒸蛋 这个锅子里面 150的水 小的鱼 这个海苔 主锅的油 差不多两三分钟以后呢 鱼跟鱼 中鱼的油 盐 三个蛋 这里放糖 我放糖 我 我喜欢 你的天才 老师你们不喜欢 都不用放糖 没有关系 我喜欢 我喜欢 哦 下 还有慢慢 这张的动作做 这个的锅子 要是你们家里没有的话呢 小锅的里面 放水 炒碗放 还有 这张也煮一煮 也可以哦 这边一点一点 硬的 这个时候呢 外面 然后里面 这张 一直一直这张 差不多 巴士特祖福吧 清完的以后呢 用多一个的 锅子 放这张 还有等 两三分钟 差不多 这张的以后 就下面放 轻松放以后 再一分钟 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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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他在这一分钟 哇 哇 哇 其实 韩湯的部分 是 吃饭的 吃饭的 什么选择 吃饭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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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耶 耶 耶 还有啊 这个部分呢 我们以前放这张 但是这个有一点不对的 因为韩国的话呢 这样这张因为音样的关系 这个是海 这个是太阳 所以这个音样的这个对的 我的朋友打电话给我 这个不对的 好 谢谢 对 好